默瑾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一个舞台 一道曙光 这样一片空地 像一个清流一样存在的内力 这一切充满可能性的期待 它永远都会有一群爱讲故事的人 和一大群爱听故事 但是完全没有束缚的 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能够感受 那是特别自由的一个状态 在理性客观障碍这样的一些逆境里面不断地成长 一个原生的土壤里再重新成长一次 电影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的过程 它有它自己的态度 它有它自己的执着 看得出所有的人都是在发挥能量 别靠我小 我有我的精神 这个精神这个模特就是 尊重年轻 尊重独立 尊重电影品质 就像是在沙漠里开出的一个交战的花样 我第一个就是 第一颗美飞 也是最多的美飞 我们是年轻的创作者 我们是佛子 其实只有野草 还有青春的梦想 你是主打鼓掌 零不亮起 希望你更在 咱们一块加油 你怎么在这里 如果你是一位影迷 你可能会听说过 First青年电影展的名字 如果你对这个电影展的名字 还很陌生 你可能会知道 或是看过一些电影 新迷宫 大象席地而坐 平原上的夏洛克 四个春天 八月 洗丧 重邪等等 这些电影的背后 都与First青年电影展有关 First青年电影展 顾名思义 是一个面向青年电影人的电影节展 也是国内目前最具影响力的 专注发掘 推广青年电影人 及其作品的电影节形态服务平台 First创办已经15年 其前身是脱胎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大学生影像节 时间倒回到2006年 两名痴迷电影的年轻人 宋文与李子韦 创办了大学生影像节 活动创办之初 仅限于大学生内部 主要用来展映中传学子的优秀作品 彼时 中国电影市场刚刚开启商业大片时代 电影年票房一路扶摇直上 但充斥院线的却是各类古装商业大片 影视公司在商业大片项目上挥金如土 票房虽然火爆 题材却毫无新颖 有鉴于此 创始人宋文和李子韦 确立了这个业余电影节的定位 持续发现与推选青年电影人 力图打破电影艺术的边界 电影节办到第五届的时候 他们将其正式更名为First青年电影展 并从北京搬到了西北高原上的西云 此后First电影展变得越来越专业化 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名单电影节 将在此后的十余年里 对中国电影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 First旨在发掘和推广新电影人齐齐作品 所以参与竞赛提名的 多为初出茅庐的青年电影人 就连First的奖杯也别出心裁 是一块板砖 寓意为电影圈抛砖影域 添砖加瓦 对于普通观众而言 电影节最为熟悉的项目 可能是电影放映 以及相应的红塔和颁奖获得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 电影节承载的内容和项目 已经越来越广泛 First在多年的发展中 也越来越像一个专业电影节靠拢 逐渐变成集 创作 推广 展映 交流于一体青年电影人服务平台 每年影展举办期间 还有面向影视发行 公司的产业论坛 面向电影创作者的创投会 让电影人与观众交流 对谈的学术交流和沙龙活动 各类酒会与晚宴 以及让入围的青年电影人 与电影大师交流学习的训练营 历年的评委会成员 有谢飞 曹宝平 傅常卫 葛优 姜文 张震 王家卫 汤为 陈国富 张爱贾 担任训练营导师的 有贝拉塔尔 罗洪枕 段一红 张颂文 成立15年间 First发现并培育出了一批 备受业界关注的青年电影人和作品 新迷宫和爆裂无声的导演新玉坤 我不是要神的导演文木 都是最先从First展露头角 这些First系导演 如今已经成为近年华语影坛 不能忽视的中间力量 而作为幕后推手的First影展 也因此在华语影坛名声大噪 基于这一点 First影展每年的入围作品 都备受业内与影音圈关注 因为很可能明年的内地影坛的黑马 就又会从这个电影节诞生 而在专业化和产业化的同时 First同时也被誉为 国内最自由的电影节 相较于官方代言的上海电影节 和北京电影节 First影展的电影氛围 可能是国内最放松自由 与大部分电影节严肃的口号不同 First有一个张扬另类的flog Syent First影展的举办地点 在西北高原上的省惠城市 西名 来的First很多影迷都说 如果不是这个影展 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终其一生也不会来到西宁 来西宁之前 很多人对于西北的印象 可能是荒凉 落后 萧条 然而真正抵达西宁市之后 才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繁华与喧嚣 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省惠城市 7月份的西宁正值旅游旺季 2600米的海拔 让这里即使在盛夏 也能维持着20度的舒适气候 因此有下都支撑 再加上由于地理精度的原因 西宁的时差 要比通用的北京时间晚一个多小时 尤其是盛夏时节 这座城市要到晚上8点才会日落 夜生活倒也算丰富 在电影节举办的海湖新区万达广场附近 几座大型商场和商业步行街 环绕在一起 其热闹程度 完全有资格叫做西北三里层 或是高原小中环 从7月中旬开始 西宁这座城市就会涌入一大批 来自天南地北的媒体营 去电影节观影的过程 室内并快乐着的 很多人一坐就是一天 有的人甚至带了幽形枕 让自己的脖子更舒适一点 有的带了一天的餐食放在影院外 趁着两个电影之间 很短暂的间歇 赶紧补充能量 影展期间 可以轻松地碰到 穿着休闲的某位演员 或是电影主创 除了明星身份外 他们也像普通观众一样 坐在电影院静静观看一场电影 很多时候 走在FIRST影展主会场的 唐道637及7方圆级 经常能够看到脖子上 带着FIRST各类正见的年轻影迷 和电影人的忙碌赶场的身影 这已然成为每年7月末的 心灵的一处特殊的风景线 而到了晚上 还有独具特色的露天放映 与音乐表演活动 每天FIRST影展的露天放映之前 主办方会请来一些嘉宾 或是乐队登台表演 去年有歌手张嘎子 还有滴苦爱 也孩子等乐队 每当这些嘉宾登台表演的时候 就会引发台下观众的狂欢 开火车 跳水者络绎不绝 从露天放映直接变成大型蹦迪狂欢 如此丰富的活动类型 让FIRST影展成为一场 属于青年电影人和年轻影迷的生活 是每一个爱电影人的乌托邦 等到全天放映活动结束后 影迷们再三五成群的 去寻找西民当地的饭馆 搜罗品尝鲜嫩的青海结羊肉 或是西北特色的土火锅 当然 作为一名影迷 来电影节的最大期待值 还是电影本身 对于一个电影节而言 没有什么比好电影更加重要 而要判断一个电影节般的好坏与否 只需看这么两点 一则 看它能不能展映足够多的好电影 二则 看它的主竞赛 能不能评选出能够服众的好作品 幸运的是 这些年来 FIRST电影展坚持做到了这两点 每年FIRST主竞赛评选 参赛的虽都是一些 没有名气的年轻导演的丑女 但由于脸像的都是一些艺术电影 或是独立制片作品 因而极少被资本或市场管制 这些青年导演的作品 或先锋 或艺术 或实验 或类型 但不管何种题材风格 在FIRST总能被兼容并包 也让新营的这个小众影展 逐渐成为业内传奇的起点 说小众 是因为FIRST在规模和影响力上 仍旧无法比肩所谓的 一类国际电影节 一个有点尴尬的事实是 这个内地目前最好的电影节 至今却不能叫电影节 而只能叫电影展 不过 这反倒成了这个 小众电影节的某种优势 在FIRST 影迷和影人们可以真的只谈电影 正如第十二届 FIRST影展颁奖礼上 所说的那样 当人们在谈电影时 谈的其实是票房 是市场 是上市 而在新营的FIRST上 人们谈电影时 谈的是理想 是初心 是纯粹的热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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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